我身后是四川省达州市的石桥古镇 石桥镇原名叫石桥河 因它的境内有15座石拱桥等名 这边的人都是当年胡广前川时移民到这个地方的 石桥古镇是我国历史文化民政 这古镇建于汉代毁于明末的战乱 当时胡广前川时 八省九府石山州的移民到了这个地方 重新附建了这座古镇 它也是我国著名的红色一桥街 眼前看到的叫列宁街 边上是列宁公园 边的位置有一座珍洁牌坊 现在进去逛一下 整座古镇现在还保留了列宁街 还有花市街等 十一条老街道 这是一块 珍洁牌坊 上面有漂亮的雕刻 中间的位置写着 告封遗人 右手边写着 同志六年正月十二日 凤郑大夫马重方之期 许氏坊 这块珍洁牌坊 立于同志八年 边上还有一幅对联 光征日月 瑞字东升 整个中间有好多人物 石牌坊 后来有的被破坏了 写成了语录 这边 原来是有雕刻的 可能就是关于这个 石牌坊的记载 后来给刻掉了 上面写着 活桌留香 这边写着活桌 杨森 这个石牌坊 同志六年 奉命 铸造 同志八年 建成 挺漂亮的 有各种雕刻和文字 这都是过去的 石板路 一直往前 中间还有一座牌坊 这是另一块石牌坊 这都是实在的印记 这些不能你眼上看一下 整座古镇应该翻新过 前边 这梗没翻新 应该是故意保留下来的 老子 地板是青石板路 这个青石板一般都是古镇的标配 山里面不缺石头 包括这 打鸡鸡的时候都是用青石条堆砌的 麻花点 每一家都是住人的 进去之后 要么是客清 要么是厨房 正在吃饭 现在 房屋都不是很高 这种房子 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采光不好 每一家房屋里面都很暗很暗 不住的是一些老人 看这房子里面特别暗 因为 这边雨多 他们那个房子都比较爱建的 过去本身那些房子 窗户都比较小 采光太差了 最前面还有一块 实拍坊 上去 前面就不去了 感觉前面都是新修的 好像 就这一段有人住 没有破坏 可以看见这个上面的字 整个工艺太精湛了 好漂亮 看这个人物雕刻 多精美 中间的位置写着 孝节 这个也是正节拍坊 他的妻子叫 李氏 这个是不是墓了 这应该是墓 大墓 整个大墓都是用青石桥 教科而成的 只能看清楚 这边上是墓碑 看 看一下 民国六年 然后中间都是有雕刻的 这个是 看不清了 这个枣 这应该是两口子 合葬墓 边上还有一座坟 看一下边上的环境 边上也是用青石条铺成的小路 一直可以到前地里面去 那边种的 一些蔬菜玉米 还有水稻 过去修的那个木也漂亮 一般山里面的 居民都会把人 葬在 后院或者 他房屋的边上 都是那种 这个是油菜 须经通幽处 跟着石板路一直可以到这家 不过去了 这又是 另一块石牌坊 最上面写着圣旨 中间的位置写着孝节 这个 不正历史太悠久了吧 里面最少有四块 郑节牌坊 这个下边写着是 顾武生徐定国之妻 汪氏 建坊 边上还有当地知府的旗字 下边写着是 金石 同奸 这一块是光绪26年的 这个太高大了 上面有一些吉祥的图案 像一些 龙 还有鱼 看这个 这个上面是龙 下边是鱼 这边还有一只鸡 上边是一些牡丹 还有荷花 看上面这些字的把整块 碑的历史写得特别清晰 这个上面写的是 当时是由 投平 警代 兵部尚书 总都四川 地方路 奏请的光绪皇帝 给这个 顾武生 许定国之妻 汪氏 建这个 牌坊 当年在光绪26年的时候 的这块碑 左边都有对联 中间有一副 边上有一副 边上的是当地的知府 虞正 提写的 一门 结义 百代 义 下面字看不清 雨是冰霜 九天雨露 这边还有 等于说 有两个人给齐了两副对联 自尽是出生 汉陵苑 编修 国使馆 这特别厚重 最少的 是东部雕刻之后拼接 而成的 上面还有那赤纹 中间有的那圣旨两字 有龙纹 真漂亮 这个街道不是很长 但是有四座 癥结牌坊 好多已经 被毁坏掉了 看不清了 刚才那一座看得很清晰 上面的字 这个中间那个被刻掉的字 原来肯定是写着圣旨的 旁边还有两个人物的雕像 应该是福禄兽吧 还有这个最顶部还是一些 镂空的雕刻 中间的位置是一条龙 看那边能看清楚吧 它是个龙头 整个是一个镂空的雕刻 下面是人物 形质基本上都差不多 这个小一点 最前面那个 最大了 光绪都是一些 非常大的官给骑的那个对联 晚联吧 应该是 这个上面的有一些刻字 就和墓碑一样 他的曾祖是谁 他的父亲 他的唐叔是谁 都有字 这个写的比较清晰 有的地方被刻掉了 看不清了 但是这个很清晰 这上面的自能看清 他的母亲 他的伯父 还有谁谁谁 当过省民官 这些官有六品的 军工头衔 还有 青刺武士同堂 武魁 看不清了 这边都是 李氏的一些 家人 也是 名蒙望族 有好多李星 堂兄 现在从前面过去 拐一个小巷道 从这边出去就到了 主街道了 到主街道吃个饭 这个四块排放挺好的 李德 太轰暗了 这房间 从前边拐过去 我发现中间的 都是一些 非常好的那个图案 这个也是镂空的 它为什么会把那个 圣旨两字给 抹掉 都是镂空的工艺 很厉害的 龙的图案 两边有两只凤凰 上面的字全给 破坏掉了 看这一幅 中间是龙 两边是 两只鸳鸯 都是有彩绘的 这个是最漂亮的 中间的位置 看那个彩绘 各种花纹 还有竹子 有人物 这个是 嘉庆 16年历的 这个破坏的 看不清了 写的是 马逊 字三魁之 什么房 看不清了 青年间的 有彩绘 本来这些都是一些 镂空的 都给毁掉了 但是上面的颜色 还可以看清楚 上过色 这都是 这都是 非常有年旦感的 自己看一下吧 到这个小巷岛道里面 逛一下 非常有感觉 都是老人了 年轻人都搬到这个楼上去了 不舒服这种房间 看他们是怎么关门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门都是一些木板 因为这个木板 就可以把门关上了 你发电 插在那个里面 从这边出去 就到了大街上了 想来这边直接从达州 坐到石桥镇的大巴就行了 比较方便 这边的人基本上都是移民 像四川这边 陕西的 陕南 都是湖广移民 这是当地的竹楼 最近牛菜熟了 要用这个打下来 这边都是人用竹子编的 这边有十几条街道 这边是老街道 还有一些福送街那些 四川这边面馆也很多 他们早上开始卖米线和面 这边是汽车站的位置 再往上走是石梯镇 这个是主街道的 都是面馆 这边有拉面红洞 这边的自建房 为什么会建的这么高 这家家户户都几层 七层八层 来吧 你要盖饭 木面 三两七块 这边的物价低 麻辣米线八块 大锅 我要了一个 杜干炒肉 十二块钱盖饭 番茄炒蛋十块 素的十块 肉的十二 是个盖焦饭 豆干肉丝 盖饭 这里面还有一些蒜台 这是腌的蒜台 蒜苗 豆干 青椒肉丝 好 谢谢 中的米汤 好了各位 今天到了四川省达州市的石桥古镇 简单逛了一下古镇 看了四块青带的蒸节牌坊 雕刻挺精美的 吃了一个当地的豆干 炒肉干燥饭 挺好吃 咱们下个视频下吧 各位 咱们下个视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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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